这期跟大家分享五种贫穷的男人像 第一个是鼻子塌陷的男人 鼻子是财不公 对于男人来讲也是事业公 是财根财酷 代表一个人的财运和财路 如果是一个人的鼻子长得饱满挺直 鼻孔不外露的话 那么这种人大多数财运比较好 事业顺利 男人亦富贵 女人容易嫁得好 如果是男人的鼻子长得比较塌陷 鼻梁不起 那么这种男人大多数性格比较软弱 内向 表达和交际能力不强 遇到事情缺乏主见和魄力 容易受到他人的思绪影响 一辈子难有什么出息 生活贫穷而且拮据 这个是鼻梁不起鼻子塌陷的男人 第二个是鼻子奸消的男人 这个鼻子既品行 一个人的道德感 一个人的心术 如果是从这个鼻子来看的话 他的长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脾气 做事的态度 如果是男人的鼻子长得尖消无肉 这种人大多数性格非常的自私自利 做人做事方面也比较尖酸刻薄 喜欢斤斤计较 而且那想法也比较偏激 总是跟周围的人格格不露 鼻子尖消的男人 尖消露骨的男人 也是这种特点 那就是有一点孤耸鼻 这个鼻为君权为臣 鼻太强 鼻成孤耸之态 就很难跟别人相处 人缘非常的差 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跟亲人朋友之间关系不是很好 一生很难做出大的事情 生活方面也比较贫穷 没有大富大贵的命 这是这个鼻 鼻为忠悦 是引领整个面向格局的地方 如果是尖消露骨 就会出现这种 比较贫穷的一种特点 从三个来看的话 下巴尖消 下巴在相学当中 也是称为地格 代表一个人财运的好坏 蓄财能力的强弱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 晚年的运势如何 如果是男人下巴过于尖小的话 这种男人大多数意志力比较薄弱 所谓下巴尖 是带到这个犬骨 灾骨也无力 所以做事的意志力比较薄弱一点 没有责任感 缺乏耐心 都跟下巴尖 腮骨弱的人气息相关 想法也是非常的不切实际 如以异想天开 想得多 但行动力比较弱 考虑问题 往往只顾眼前的利益 花起钱来是大手大脚 不知道节制 你浅出续的能力是非常的差 不具材 晚年生活容易贫困孤苦 这是下巴 地格 也就是顺带腮骨也偏弱 第四个是额头不平整 塌陷的男人 这个额头在面向学当中 称为天庭 代表一个人的智慧 观韵财力 如果是一个人 额头长得塌陷不平整 或者两侧的额角 长得歪斜不正的话 代表官位和官位和路位不正 那么这种人大多数身为 在这个事业职场当中 也是困难重重 出身的多数都比较贫寒 祖上积业浅薄 先天的运势不佳 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得不到家里的帮助 凡事都要靠自己 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辛苦 而且头脑聪慧不高 智慧不高 缺乏判断力 一辈子辛苦劳碌 但是去又没有什么收获 这是额头不平整 塌陷的男人 第五个是联心眉 眉毛为情员工 代表一个人的性情脾气 和人际关系 两眉之间得称为印堂 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气度 一个人的能力和整体的运势 如果是两眉相连 盖住了印堂 那么这种人大多数心胸比较狭窄 妒忌心非常的强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缺乏包容之心 而且性格暴躁 动不动就喜欢乱发脾气 眼睛里只有自身的力 不在乎别人的死活 报复心极重 如果是不小心得罪了这种人 只要让他们逮到机会 就一定会来报复 而且手段很辣 不顾后果 严重者还会做出一些 违法乱计之事 一生名利全无 好 以上是五种贫穷的男人面向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关注本频道 本频道会定期分享 向学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